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交车跨界经营 被处罚上万元 会员办卡指定健身私教 中途却被晃点 消费者质疑侵权 遭侵犯 然后他说我剩下40节已经上了20节 但是我自己计算应该上了14 5节 应该没有20节科那么多 因为我每次都没签字 酒后爱把英雄论 祸起贪杯虚敬心 天降大雪真毫无 男人卖雪也遗情 接下来听张云跟我们聊习奇 全民一起拍 欢乐大家一起来 今天我们来感受一下 长春市外国小伙子们的热情 情趣蛋糕登上外卖平台 露骨造型过于刺激 合不合适惹争议 生日蛋糕刻画两性造型 引领时尚 刻意迎合 合不合法 需探讨 第一报道 今日关注任性的蛋糕 吉时传媒 视频专家服务到家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报道 我们的24小时新闻服务热线 0431-8850-1234 随时开通 欢迎各位播打 好 那咱们来看今天的新闻 这吉时春晚定于1月28号 北方的小年夜播出 昨晚这晚会进行了第二场的录制 有很多大牌都来了 比如什么周华健 黄岐山 江玉恒 都是名人 是相继静态录制了 吉时春晚在1月15号 16号连续两天 在吉林广播电视台 1500平的演播室进行了录制 16号晚进行的第二场录制当中 周华健 黄岐山 江玉恒 平安 严薛经等人参与了录制 当他们唱出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时 引起台下观众的共鸣勾起了很多人的美好回忆 我一力封在你 不管你爱不爱我 我呢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 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去年是因为李宗盛来过 然后跟咱们吉林电视台 春晚组合作得特别愉快 然后私下里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哥们的关系 李宗盛有跟周华健有说一下 然后跟我们合作很好 所以就是今年周华健同意来参加咱们的春晚 今年导演组重拳打造原创性节目 整场晚会至少有八个原创文艺节目亮相 如民族家戏曲风的串联设计 本土新作吉林吉祥和歌颂南人东的心远天高等节目 语言类节目是这场晚会的重中之重 也是近两年来极是春晚的特色和优势 我们今天一共有四个语言类的节目 都是原创作品 我们邀请了赵海燕 颜光明夫妇 还有像大家喜欢的魏三 郭旺 崔大奔 小翠等等 相信他们通过不同的作品和不同的故事的表达 你让大家在春节开怀大笑 本届春晚将在线下互动 广播直播 网络直播 和手机直播 卡断视频等方面做足功课 打造全新的如媒体春晚 1月28号北方小年夜19点30分 让我们相约吉林卫视 第一报道 张燕若冲报道 在这儿还有一个温馨的提示 今年吉士春晚的播出期间 还将开启多轮的游奖互动摇一摇 而且还会送出40根金条 这奖金的数量和额度都超越了历届的春晚 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 在1月28号准时的收看吉士春晚 没错 多多的参与 下面再来聊聊出行的问题 公交车是很多人出行时的一个选择 经常都会选择这样的经济方式来出行 可是最近有市民向长春市交通运输局投诉举报 说发现有一条线路上有两辆公交车同时在跑 咋回事到底谁才是真正跑这一条线路的公交车呢 一起去聊聊 2019年元旦过后 长春市交通运输局的执法人员 接到投诉举报称 157路公交车和169路公交车 都在一条公交线路上营运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了长春市赋予大街附近开展调查 经过调查发现 157路公交车和169路公交车都归属于长春复利运输处 这条线路应由169路公交车营运 而157路公交车则是由原来的157路公交线路更换下来的车辆 增加至169路公交线路上 还未来得及更换公交车标识 所以不存在两辆公交车在一条公交线路上营运的情况 可就在执法人员调查时 却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经过调查雄云得知 这台169路公交车的线路确实存在私自延伸的情况 从村屯调整到了富裕大街 并没有及时办理相关手续 执法人员表示 公交车未按照规定的线路组织营运 一方面对乘客的乘车时间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也会对其他线路公交车的合法利益产生影响 如果市民或者企业发现有类似情况 请向执法部门进行举报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那说完了公交车 咱们再来说说出租车 近期是大学生回家的高峰期 很多出租车司机为了多赚那么一点钱 就容易犯违法违规的事 最近在吉林建筑大学附近 就查出了一台违规的出租车 一起来看看 近期长春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人员 在吉林建筑大学西门附近进行巡查式发现 一辆车牌号为JJ9230的出租车司机正在招揽乘客 并对该车进行了检查和询问 据了解当时车上已经拉架了两名乘客 分别前往南四环和龙家机场方向 而当该车驾驶员下车招揽第三名乘客时 被执法人员当场抓到 在执法人员询问过程中得知 该车驾驶员按照规定使用了计较器 但是对于其主动下车揽客的行为进行了处罚 根据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拟对该驾驶员处以1500元的处罚 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所以在这里提示管大群众 在乘坐的时候不要打成黑车 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 一定不要参与什么兰克奖价 议价等违法行为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我们都知道 预付卡式的消费一直是纠结 纠纷贫发的消费领域 我们栏目也是对此类事件进行过多次的报道 总结来说 这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涉及霸王条款 买卖双方合同约定不清引发的争议 门店关门跑路等等这些 所以我们在办卡 这个预付卡的时候 进行消费一定要谨慎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赵先生的一次在健身馆 预付式消费的经历 但是他的这个办卡形式 跟我们平时遇到的健身馆 办类年卡的形式不太一样 它出现了争议 导致目前没法达成一致 究竟怎么回事呢 咱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2017年10月 长春市民赵先生 在赛德广场内七楼的一家 名为博百利健身养生会所的机构 办理了一张健身卡 之所以在这一家健身馆健身 是经过他综合考虑之后 做出的选择 挑选了很多家 然后选了这家为什么 因为环境也不错 然后健身教练也特别好 当然给我的推荐 当然我选的这个健身教练 是他们教练的那个营养师 还有他们的教练的教练 赵先生表示 当时经过体验课之后 他感觉这位健身教练 的确在专业领域的素质非常不错 所以在与健身馆销售顾问 向他推销办卡种类的过程当中 他明确表示 只想花钱购买这位健身教练的课程 比共60节课 15600 260元一堂 赵先生说 由于这位健身教练 在这家健身馆的教练团队当中 是最有名的一位 所以260元一节课的价格 比这家健身馆的其他教练 每节课的价格要贵出100元左右 但由于这名教练比较认可 所以他直接通过微信 分两次转给伯百利健身 共计15600元 虽说双方当时签署了服务合同 但是健身馆却没有将合同 一是两份给到赵先生 当时就是约这个教练 然后教练就约不到课程了 然后后来就这个健身房就给我安排了别的教练 他就说你那个教练不干了 然后就要给我换教练 换了三四五四吧 但是就是还是最满意我一开始的那个 2018年5月份左右 健身馆频繁为赵先生更换教练 他对这家健身馆的服务越来越不满意 于是便萌生了退费的想法 当他去查询自己的课程进度 并协商退费时 又遇到了令他想不到的情况 问来前台我还剩多少节课 然后他说我剩下四十节已经上了二十节 但是我自己计算应该上了十四五节 应该没有二十节课那么多 因为我每次都没签字 没让我签 管理特别不规范 但是他一直没有明确地给我一个 这个一个单子或者还是一个答复 就是说那个售出的卡一概不退 但是我感觉这已经 济犯到了消费者的权益 因为他没有给我服务到位 然后没有对我提供好的 消费者提供好的服务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赵先生也说了 办卡购买健身馆的课程 总共是花了一万五千六百元 这个价格在同类的健身行业 价格可不算低了 他认为理应得到更好的服务 但是实际结果却让他很失望 那么对于这件事 长春市博百利健身养生会所 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咱们继续往下看 1月16号 记者陪同赵先生 以及他的家人 一同来到了 长春市博百利健身养生会馆 经过沟通之后 门店经理表示 他是刚刚入职到店里工作的 对于赵先生的办卡情况 他并不知情 赵先生及他的家人表示 希望经理查找 当时双方签署的服务合同 以及确定卡内课程使用的次数 进一步协商此事 经理表示 目前他找不到当时双方签署的合同 但根据他们目前 与其他会员签署的合同文本来看 其中一条写明是 私教课程一经售出 该不退款 你退钱你做标准 人民币不从你这出国 你退钱你做标准 那我现在就是 我就要查我上多少解课 您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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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负责 我负责的是员工培训 前台是不是负责 我这个还需要找点额把去查 他上了多少课 还得找你们法人吗 我现在跟你 我是不是在你这店里吗 那你还要我上哪去找啊 你这种法人可以了 我只是查我的课字 我找什么法人呢 这位经理表示 目前他查询不到赵先生 对于此卡的使用次数 以及卡内的余额 无法处理此事 我真的是认为 你们这边比较委屈 或者怎么样的话 你又可以走法的情况 目前赵先生已经将此事 投诉到了 金银省消费者协会 省消息工作人员表示 长春市伯百利健身养生会馆 拒绝提供查询会员相关信息 消费记录 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对于健身馆提供的 目前与其他会员签订的 合同文本内容 私教课程 一经售出 盖部退款 以及会员卡上写明的 此卡一经售出 盖部退款 省消息工作人员 是这样解释的 合同中的这两条的规定 其实是涉嫌霸王条款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 是免除自身的责任 加重对方的责任 从而无利于消费者的权力的条款 那么这种条款 其实是一种无效的条款 第一报道 综合报道 那么对于赵先生的这件事 我们栏目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 好 咱们再来接着往下看 最近有长春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 说通过外卖的APP 订生日蛋糕的时候 几种另类的情趣蛋糕 让他们看着感觉脸很红 为啥会脸红呢 一起来看一下 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 记者分别登陆了 美团微信小程序 以及饿了么APP 以情趣蛋糕 饿搞蛋糕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在外卖平台上展示的照片 记者看了也觉得脸红 关于两性的造型 应有尽有 性器官甚至性行为 都被毫无保留地 刻画在了蛋糕之上 十分露骨 随后记者随机选择了 两家在外卖平台上 发布露骨照片的蛋糕店 进行调查 猛拿那个多大尺寸呢 猛拿那个就是说 就是刚才咱就做的这个 这个好看一点这个 这个不是吗 这个六岁也能做 两个人够吃 这个正常应该是可保存做 比基尼呗 这不情趣蛋糕 记者注意到 在这两家蛋糕店的展柜里 也摆放着情趣蛋糕样品 与网络展示的图片相比 相对比较保守 种类也比较单一 我网上停了写 啥样都有 啥样的咱们能做呀 啥样的咱们能做呀 啥样的咱们都能做呀 据商家介绍 在外卖平台上展示的蛋糕造型 蛋糕店都能做得出来 甚至客户还可以提出 更多的要求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那么在外卖平台上 销售这样的情趣蛋糕 究竟合适吗 不少市民表达了他们的观点 肯定是不合适 影响太不好了 太小一点的会影响一点 对于成年人 我认为不是啥事 不怎么好 为什么 因为女的看了不尴尬吗 要不是本来现在这些小孩 就比较早熟了 是不是 看了就不叫坏了吗 毕竟中国的生活啊 环境啊 不是一样的 跟西方不一样的 肯定是接受不了这种东西 我挺不赞同 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应该这么暴露 第一报道 综合报道 那我们的记者呢 其实采访了很多名市民 大多数的市民都觉得 外卖平台上销售 这样的情趣蛋糕 并不合适 其中呢 有部分市民甚至认为 这情趣蛋糕本身 就应该被抵制 只有少数的市民认为 这情趣蛋糕 还是比较新颖的一件事 那对于外卖平台上 发布露骨的情趣蛋糕图片 外卖平台的工作人员 又该做何解释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调查后 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美团 以及饿了吗 外卖平台的客服 工作人员表示 在核实情况之后 会及时向公司反馈 有没有允许有这类的图片上架 当然是录著的时候 这个照片上下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你的问题 我们会帮您进行记录下的 也就是给咱们 就是说带来 比较的一个影响的 很抱歉 你可以进行观众 好吗 我们这边是需要核实一下 因为如果尺度太过于大的话 那这个是不允许的 这个条台 因为也有小学生也会使用 也会对小孩可能 产生不好的影响 很多片呢 这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 让您看到那些东西 那这边 咱们这边也会 召集反馈专处理 您看可以吗 外卖平台上 发布如此露骨的信息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 对此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小时候单高吧 那这个本身是无可厚非 当然做一些艺术性的夸张 这也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它不能跨着法律的界限 比如说 对于这个性器官的 夸大性的描写 或甚至可能 对于有相关的一些 行为的这个一些描述 那么可能涉及到 违反我国市场观处 阿萨的规定 发现的话 可以及时向我们的网监部门 来进投诉和举报 但也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督部门 来进投诉和举报 第一报道 综合报道 在这儿哈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这条新闻 能够引起外卖平台 以及相关部门的重视 还我们广大消费者 一个良好的定层环境 那下面呢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九点半 2019年亚洲杯小组赛 C组最后一轮中韩之战打响 最终呢 中国队以0比2不敌韩国 位居C组第二 在接下来的八强争夺战中呢 国足将于20号与A组第二的泰国交手 本场比赛无关小组出现的大局 对于中韩双方来说 练兵调整才是比赛的主要目的 本场中国队阵容有所调整 在国足提前锁定出现拳后 李皮已表示最后一轮将会轮换 伤病与黄牌在身的球员 都会休息调整 当天 左肩受伤的吴磊 和有黄牌在身的冯潇婷 并没有出现在首发名单中 而是在夺冠的韩国队 将14号打完英超连散的赶来的 头号球星孙新民派上场 比赛开始 韩国队就占据主动 控球超过六成 射门达到17次 中国队射门只有6次 开场后不久 韩国队就频频打出极具威胁的进攻 第11分钟 孙新民前场拿球进入禁区 变效后被石科伸脚半倒在地 被判罚点球 主罚的黄毅柱抽射球门左下角 门将严俊龄判断对了方向 但仍差之毫利 目送皮球进入网窝 中国队0比1落后 第18分钟 中国队终于完成了全场第一脚射门 赵旭日左前场拿球 携船进去后 进进道插上强点打门 但在韩国队员的干扰下 将球打偏 正当中国队进攻 逐渐有所起色时 赵旭日和张成栋 又在第20分钟和第22分钟 连吃两张黄牌 整个上半场中国队场面被动 中场失控 两边屡屡被韩国队突破 下半场开始后 中国队没有做出人员调整 但改成532队形应战 第51分钟 国足防线再遭打击 孙新明脚球开出到门前 金门仔强点甩头将球轰入中国队球门 韩国队将比分扩大到2比0 随后中国队继练做出人员调整 持中国和高林 先后换下政治和无息 但中国队的场上局面并未发生太大改变 第74分钟 李批做出最后一次换人调整 于汉超换下小将刘洋 比赛最后关头 高林在与对方一次对抗中 被裁判出示黄牌 最终中国队以0比2布敌韩国 同时有4名中国队员吃到黄牌 接下来国足将与泰国队交手 争夺一个八强席位 去年国足曾客场2比0击败泰国 对此主教练李批表示 希望球员尽快恢复体力 有伤病的球员可以做好康复训练 希望球员们带着信心 替好第四场比赛 在今天晚上呢 CBA联赛将迎来焦点之战 吉林将主场迎战辽宁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本场比赛的精彩看点 本场比赛之前 吉林15胜15负 排名联赛第九 上场比赛刚刚逆转 战胜四川 目前联赛季后赛争夺 进入白热滑阶段 虽然吉林暂时位列第九 但是与身后的对手 都只有一场球的差距 随时可能跌出前12名 而辽宁这边 目前27胜四负 在上轮击败青岛后 已经好取20连胜 创造了队史记录 自从去年11月份 输给吉林 遭遇两连败之后 辽宁就没有再输过球 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看点 就是谁能阻止辽宁的连胜 此前 吉林先后战胜辽宁 广东 深圳等强队 还终结了广东的18连胜 这次吉林能否再次爆了 此外 本赛季辽宁的强势 主要源于郭爱伦的成熟 目前他场均22分 4.6个篮板 6.2个助攻 1.8个抢断 所有数据都比去年 有大幅度的提升 特别是在关键时段 对比赛的阅读 令人印象深刻 最后 吉林要想赢球 还得要骑兵挺身而出 在各场战胜辽宁的比赛中 吉林两名外援 一共才拿到37分 关键时刻 吉林的两名骑兵 张彪和柴长毅 站了出来 两人合手拿下了39分 比外援组合还要有效果 在辽宁的防守面前 吉林需要出奇之上 稍后 这场比赛就将开打 我们将为您带来 本场比赛的直播 欢迎关注 第一报道 春旭 宋生报道 第一报道 纵览天下 再来看一下发生在国内外的新闻资讯 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了 2018年12月份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其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涨幅扩大 二手住宅价格继续下降 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 环比涨幅均回落 展望2019年 专家指出 房住不炒的政策主基调将保持不变 在支持居民合理居住型需求的同时 着力打压投资投机性需求 缓解热点城市房价上涨压力 总体来看 预计楼市分化行情将延续 近年来 动车组列车日益成为市民们出行的主要方式 面对即将到来的春运 连日来 重庆铁路部门的动车医生们 抓紧时间对动车进行全面检修 确保春运期间旅客们的出行安全 据了解 近一个月来 重庆车辆段组织了一千余名机械师 重点对82组动车组部件进行集中检查和维修 我断将全力做好车辆准备 最大限度的为旅客提供安全 方便温馨的出行条件 1月16号 投资6000万元建设的第二套双层包裹自动分检机 在济南油区中心局投产运行 这一套分检系统能够大大提升包裹处理能力 处理效率达5.4万件每小时 日处理量达110万件 据了解 按照功能定位 第二套双层包裹自动分检机 将主要用于业务量较大的进口邮件处理 投产后 济南油区中心局日处理包裹邮件能力将突破200万件 成为继广州之后全国第二的包裹邮件处理中心 在江西省鹰潭市渝江区春涛镇黄泥小学 无论风霜雨雪 一个特殊的露天灶台 每天下课后准时点燃 温暖着全校25位留守娃 据了解 2018年9月 张战亮来此担任校长 为了能给这些长年远离父母的学生带去温暖 张战亮亲手买菜 为他们义务加餐 从糯米排骨到可乐鸡翅 张战亮希望自己烹饪美食 可以有助于孩子们的健康 提升他们来校学习的兴趣 用知识改变贫穷命运 我想吃麻辣茶叶蛋 因为冬天吃起来暖暖的 我最喜欢吃恒顿 因为每次过年 我妈妈都会包她给我吃 我喜欢吃牛排 因为我想去城里找我爸妈 我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厨师 但我希望我做的每一道菜都能给孩子们带来温暖 青海省西宁市湖海新区 位于一座大厦外部的高达53米的巨型温度计 引人注目 据了解 该温度计利用户外温感技术实时记录室外温度 透过温度计 当地市民能够感受到一年四季下都西宁的寒来鼠网 透过室外温度感受城市魅力 同时方便外来游客及时了解西宁的实时温度 入夜时分 温度计光芒四射 美不胜收 成了一道风景线 第一报道 综合报道 下面又到了我们第一块嘴的时间了 今天张云要跟我们聊哪些奇闻趣事呢 一起来看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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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 是您不能多喝 否则好也变成坏了 前不久在安徽五湖某酒店内 就有几个人因为喝酒喝多了 而闹起了事情 女子王某是等三人 推开了酒店那个门 刚刚喝了葡萄酒 准备一会儿 接着把那英雄论 可入住办理出问题 酒劲上头 是三人越来越不稳 情绪激动是乱叫嚣 砸了电脑盒 电话来泻私奋 眼看情况要失控 幸亏警察感到带走这三人 有错误就得承认错误 砸坏人家东西就得赔 这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吗 可这王某偏不 三人被带到了警察局 感到的还有他们的亲戚 来龙去脉得展握 整个过程是问仔细 这时王某突然变激动 推丧民警是脾气急 一看王某来了劲 跟着抱揍他弟媳 咬伤了民警的手指 抓脑警察伤快皮 警察果断来制服 关押起来等待酒醒再审提 本来的事情并不大 这回可要生了急 王某和其弟媳 王某目前已经被刑拘 这是闹得哪一出啊 黄梅戏也有一个经典的唱段 夫妻双双把家还 里面有这么两句 你耕田来我之不 我挑水来你交援 寒瑶随魄能抵风雨 夫妻恩爱苦也甜 到这儿啊 这俩人变成了 你推人来我咬人 你被刑拘我被关 警局随暖不该来 自己做错都得还 酒啊少喝点吧 下面说的是啊 前两天成都下雪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可能会说下就下呗 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呀 下雪和下雨一样平常 对于南方人来说 那可是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件 因为物以稀为贵嘛 而且这个贵字 真是挺贵 成都天空是雪飞扬 人们走在了室外 看那雪模样 上雪踏雪是拍雪景 对个雪人留张相 厚厚白雪是似梦幻 大人小孩乐够呛 百姓只顾我自己乐 有人头脑够用会经商 收集白雪是摆摊卖 五元一盆二十一桶 他就算好账 还有的商家卖雪人 嘴里吆喝着十五一个十五一个买了 他就不上当 雪也能卖钱 看来我每天踩的不是雪 那是钱 踩出来的也不是脚印 那是财富的漩涡 开玩笑 网友还拍到当地有的车主 为了表示对雪的热爱 在车顶上堆了各式各样的雪人 说这样开在城区里面呢 心中特别的自豪 我套用一个电影里的一句话吧 这你车顶上要是没个雪人啊 你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 心情啊可以理解 但这雪虽然好玩 快走人呢在这提醒各位司机 在车顶随意增加装饰 在交通安全法层面上讲 这属于违法行为 所以啊什么事啊都要适刻而止 这正是饮酒直靶英雄论 祸起贪杯须尽心 天降大雪真毫无 男人卖雪也疑心 大千世界故事多 咱把奇闻来说一说 说什么呀 近日广州市白云区召开了 禁读重点整治行动部署会 会上五名快递小哥 因举报有功 领走了共2.9万元的奖励 这快递和毒品有什么关系呢 这快递小哥又怎么能够协助警方破的案呢 一个人来到了快递点 有个包裹是不太远 从这又到了海珠区 一点不重 一盒烟卷当时小张正值班 把那烟卷是拿到自己的眼跟前 明显烟盒拆开过 里面还塞了东西仗了面 小张虽然有疑问 不露声色 留了一个小心眼 小张为什么心中有疑问呢 因为这盒烟的优费要50块钱 但是香烟本身是消费品呢 都有卖的 为什么要优寄呢 而且香烟本身没有优费那么贵 让你花50块钱给别人优一盒 三块钱的可乐你干嘛 发个红包让他自己到超市买一箱 不就得了吗 小张是稳了稳心神 实际登立 邮件人 邮件那人很着急 一个劲的把那邮件的时间到达来追问 你这一问的更可疑 小张更加肯定这事不保准 笑脸送走了嫌疑人 马上电话打给警察们 警察来了 把那包裹拆在烟盒里面 包纸包得挺匀事 刺掉包纸 小铁盒9.6克冰毒里面藏了个针 随后白云警方通过侦查 并在快递小哥的配合下 成功抓获了涉案嫌疑人一名 此后通过该名嫌疑人的供诉 警方通过扩大侦查 又抓获了另外两名涉案嫌疑人 再缴获毒品冰毒40余克 成功侦破了一起涉毒犯罪案件 这快递小哥真是好样的 他这个好友一比 好比那西天路上陪着唐僧 取真经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送件的时候像孙悟空架着金豆云一样快 收件的时候像孙悟空一样火眼金睛 这正是快递小哥在柯南 沉稳周旋流移踪 警方破获毒品案 自是小哥一大功 好 今天第一块嘴就和大家聊到这 下回咱在说稀奇 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未来24小时我们今天省内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 预计明天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 具有二到三级的偏北风转偏东风 全省各地的最高气温在零下二度到零下六度之间 与今天相比气温变化不大 下面来看中国天气网刚刚发布的 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长春晴零下十八到零下五度 吉林晴零下二十到零下六度 四平晴零下十八到零下五度 辽元晴零下十九到零下三度 通话晴零下十九到零下二度 白山晴零下二十三到零下四度 白城晴零下十九到零下六度 松原晴零下十九到零下六度 严吉晴零下十八到零下三度 长白山晴转多云零下二十六到零下十七度 梅河口晴零下二十到零下三度 公主领晴零下十八到零下五度 浑春晴零下十七到零下二度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休息一下 惊动广告稍后内容更精彩 两节期间大动作 榆树公安打调跨省盗窃团伙 六地区十余县市 作案已达一百二十一起 根据咱们各处监控探通的点位 长时间的摸牌 最后我才锁定了这些案子 小案攻坚会战 民警视频追踪 自明嫌疑人钟洛王 第一报道 今日关注电缆大道 一网成琴 身边人拍身边事 自己动手会更加的有趣 这里是全民一起拍 在这个板块里面展示的所有内容 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自己拍摄的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喜欢摄影摄像 欢迎把您的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当中 一经播出 节目组将会给予您一百元到五百元不等的 高筹奖励 最近流行一首歌 歌的名字叫做生辟字 这个节奏感倒是挺强 但是歌词特别的拗口 而且毫无关联 什么穷穷竭力 沆瀣一气 龙行达达 击脚嘎啦 乍一听 好像是在念经 不翻文字典 都不知道说的是啥 但是这首歌 却掀起了一波学习传统文化的风潮 现在这年轻人见了面 不转两句文言文 都显得不够儒雅 刚才上节目之前 亚勋见着我还问我呢 啊 平兄 酒味谋面 腹中蛮佛啊 那意思是说呀 挺长时间没见面了 你吃了没有啊 我当时听完挺高兴 我说 没有啊 他二话没说 转身就走 我白高兴了 你都别说我们这些主持人了 就连那外国小哥啊 现在也迷上了 中国的语言文化 开口就是绕口令啊 咱来听听 近日在长春市欧牙卖场举行的进口商品交易会 现场可谓是十分火爆 咱们拍客开到一位24岁的非洲小伙 在现场说起了中文绕口令 让人赞叹不已 粉红风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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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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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场还有很多外国的小伙子们 在商场里的舞台上 为市民们演出 打着手鼓 是又唱又跳 数百市民为观喝彩 春节礼尽啊 这大街小巷呢 都已经装扮起来 各个单位呢 也都张灯皆彩 我们的拍客啊 发来了一段视频 让大伙提前感受一下 春节的喜庆氛围 随着新春一天天的临近 不少城市会在景区内 布置一些各式各样的花灯 咱们拍客于先生 在逛当地一处景区时 看到两个刚做好的 麒麟形状的花灯 让于先生感到奇怪的是 麒麟的身子 不是花灯布包裹的 而是用无数个 医用小药瓶制作的 在此为这个创意之举 点个赞 打平得不得 落点实在科 在生活当中啊 咱们总开玩笑 调侃那些走道啊 五迷三道 离了歪邪的人 说你是螃蟹吃多了 早横着走呢 最近啊 在广西的北海 还真有一名男子啊 喝了点酒之后呢 就学起了螃蟹 横行霸道 一月十二号那天呢 经营海鲜生意的陈先生 像往常一样 选购了一批新鲜的螃蟹 准备啊 带回自己的市场去零售 没想到 开车没多远 就被一名男子啊 拦住了去路 对方开口就说道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要想从此过 你留下螃蟹来 这陈先生你纳闷啊 这位怎么说话气喘吁吁的呢 感情啊 他一路尾随陈先生 追了好几条劫才免上啊 为了结个道 这位是充分表现出了 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啊 而且呢 目标很明确 一不结财 二不结色 只要陈先生手里的大螃蟹 就这样 新买来的十斤大花蟹呀 被洗劫一空了 事后呢 警方抓住了这名劫匪 此人呢 姓邓 他交代说了 当时呢 自己啊 正在路边喝酒呢 可是干喝没啥意思呀 没有下酒菜呀 哎 巧遇陈先生 这才做出了荒唐的举动 现在呀 这螃蟹事回不来了 因为呀 已经在肚子里头下酒了 该咋处理呀 咋处理吧 要说这位呀 可真是吃货的榜样啊 为了尝尝馅 不惜到派出所里转一圈啊 你说让他肚子里面的螃蟹 情何以堪呢 那螃蟹 心里肯定得委屈呀 他心想 我本来属于浩瀚的大海 却为这个毛贼强行霸占 煮我 吃我也就罢了 到最后 我还得赔着他拘留 那别的螃蟹是生得伟大 我是死的憋屈呀 说到这憋屈 下面这位呀 更憋屈 每当看到高空作业的清洁工人时啊 我心里头是既敬佩又担心 佩服人家的经验精神 担心他们的生命安全 网上关于这个蜘蛛人坠流的新闻 也比比皆是 让人不寒而栗呀 前几天 湖北武汉一个小区里头啊 装修工人周师傅和他的工友啊 正在高空作业 被楼内一名业主啊 指责说工人弄脏了 晾晒在阳台上的衣服 并且呢 让周师傅啊 赔偿损失 这周师傅不敢分心呢 先是向对方道了歉 同时表示了 等下了楼之后啊 会联系负责人 去协商这个赔偿的事宜 没想到啊 这位业主急脾气啊 一气之下 竟然割断了周师傅的备用安全绳 当时把这周师傅吓出了一身冷汗啊 这要是把我的主安全绳也割断了 我这小命就玩完了 是吧 无奈之下呢 周师傅只好选择顺着绳子 迅速地往下跳 争取啊 提前到达地面 由于下降的速度过快 周师傅的啊 怀关节啊 肘关节啊 都有不同程度的擦伤 下来之后呢 他也第一时间报了警 事后啊 那名业主被行政拘留了 有网友认为啊 高空作业的师傅 有的时候确实存在了一些礼貌性的问题 不顾及这个业主的利益 要不然也就不会有后面的麻烦事发生了 但是也有人认为啊 业主的做法啊 太过偏激了 衣服脏了可以洗 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 我觉得啊 任何职业呢 都有它的独特性 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是谅解和宽容 凡事啊 换位思考 你就会发现 没有什么矛盾解决不了啊 好了 今天就得不到这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集市传媒 视频专家 服务到家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继续往下关注新闻 2019年新年一时 余树市公安局深入推进小岸攻坚会战和多警种合成作战 经过不懈的努力追踪 于2019年1月4号 成功打掉了一个跨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区的系列盗窃通讯设施团伙 刑区4人破案121起 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2018年12月初 余树市多个乡镇发生多起通讯公司移动基站电缆及通讯设施被盗案件 案发后 余树市公安局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 要求不放过任何线索尽快破案 避免企业损失 由于基站一般建设在人烟稀少的地方 这给侦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发生的案子的地点坐在大地里头 塔站周围应该没有监控水栏头 所以市人大队根据时间节点 根据咱们各处监控探头的点位 长时间的摸牌 最后才锁定了这些案子 经过专案组民警大量摸牌走访视频追踪排查 最终锁定4名犯罪嫌疑人 专案组民警于2019年1月4号凌晨7时收网 将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当场起获部分脏物 据民警介绍 该团伙属于坚守自盗内外勾结的犯罪团伙 犯罪嫌疑人中有3人为铁通公司线路维修工人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自2017年9月开始实施团伙盗窃 至2019年1月3号最后一起盗窃案 共实施盗窃案121起 足迹遍布吉林 黑龙江 内蒙古 三省六个地区十余个县市 给百姓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变 也给企业造成了经济损失过百万元 把那个信号中断 老百姓就是接着手机信号 接着信号就是铁打公司或者是移动联通 他们就马上就是说就用新线来去维修 他们那个新线和那个卖的废线 他们那个价值差距很大 新线得到80到120一斤 他卖废品就卖了15元 据了解除上述4名犯罪嫌疑人外 专案组又深挖出其他多名同案犯罪嫌疑人 目前正在组织抓捕 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第一报道新奇高明报道 为确保我省春节和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巩固东春安全整治大会站第一阶段 明都暗查工作的成果 省安委会办公室决定从1月1号起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 暗查暗访工作 近日记者跟随省安委办第六暗访组 来到沿边州 对上一阶段查出问题的企业隐患整改情况 进行暗查暗访 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暗访组深入河龙市生产企业一线 联国对照省安委会第六明都暗查组 反馈的问题清单 对问题隐患逐项进行现场验收 检查发现全市28项问题隐患 已整改完成22项 剩余6项问题正在积极整改 预计如期完成隐患整改工作 对于问题较严重 且未整改完毕的企业 河龙市安监局将加大监督力度 确保企业问题隐患 全部整改完毕后恢复生产 在此次检查过程当中 一共发现了八项安全隐患问题 我们企业在停产整顿期间 对企业自身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 并对员工进行了加强教育 和安全知识培训 对于冬季施工困难的隐患问题 我们依据于今年6月30日前 全部整改完毕 对于上一阶段问题回头看的同时 安防组提高安查安防工作覆盖面 在延面州开展交通运输 和冶金 公贸等重点企业延伸督查 对于检查出的问题隐患 安防组现场移交属地安检部门处理 安防组要求各相关地区和企业 要认真落实整改责任 强化整改措施 按时完成整改 形成闭环管理 确保消除各类隐患问题 我们认真落实各样归乡制度 特别针对球站场的高温 和冬季生产的特点 认真检查 排除各种隐患 确保职工的生命安全 第一报道续新 岳红南 张帅 郭文英报道 寒假来了 对于孩子们来说 每天早起上学上课 放学写作业 这样的生活终于可以搞一段落了 寒假也是玩玩玩的好机会 可是现在正好是冬天 孩子们除了在家 玩手机 看电视 好像也没什么好玩的 不过在长春会展中心的二号馆 长春首届玩博会 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这玩也能办博览会 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们赶紧到展会的现场 去瞧一瞧 相信每到冬天 家长们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就是放寒假了 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 在这里呢 记者给大家提供一个 既好玩又温暖的一个地方 我现在呢 就是在咱们长春会展中心的二号馆 这里是长春首届玩博会的现场 那既然呢 是玩博会 这里就有很多好玩的游乐设施了 不仅有像海洋球 冲气城堡等这些 深受孩子们喜欢的明星游乐设施 还有像真人娃娃机 这样新颖的游乐项目 在现场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呢 带孩子前来体验 让孩子体验一个不一样的寒假 记者了解到 本届玩博会 针对二至十二岁的儿童 一共设置了二十多项游乐设施 包含了体验 意志等多个种类 这次参展呢 比较有亮点的呢 是我们加了一个新科技的一个 烟炮树和彩虹跑 然后另外又加了一个旋转飞银 这一块呢 是我们第一次投入在长春市场上 然后反应还不错的 在这里不仅能让孩子尽情地释放童心 还有一些可供亲子共同体验的项目 让家长也能乐在席中 我玩的就是气球的那个 还有那个碰碰池 玩得怎么样 还可以 都玩的热火烧点的 都给我玩出汗了 跟韩子一起玩的 感觉怎么样 感觉就是好像自己回到了童年 这个游戏第一次玩 以前没玩觉得挺好玩 电视缸的人 用那机器把我拉到那块 然后我就用那个大手去抓 抓的是哪个 这个选择很好 在现场一些网红游乐设施 让孩子和家长都大开眼界 同时为了让孩子能在玩中学到知识 主办方也设置了多种意志类玩具 让孩子们能够寓教于乐 这些项目不单纯是给大家伙 孩子们一个玩的一个机会 我们这次呢 主要是为了让孩子 有一些项目是为了激发孩子创造性的 然后另外的呢 就是说锻炼小孩的动手能力 据了解 本次玩博会展出时间持续到2月20号 如果想感受愉快的心情 体验童年的乐趣 不妨来玩博会享受一下 第一报道 王玉张强报道 最近呢 这个气温是持续走低 进入了一年当中最寒冷的三九的时节 寒风当中 有很多岗位上的工作人员 用自己的努力和付出 默默地为这座城市更加美好 而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让坚守成为寒冬里的一道风景 每到冬季呢 我们东北最有特点的一项运动项目就开始了 那就是滑雪 每年啊 有大批的游客都会前来体验这项刺激 有好玩的户外运动 不过 在我们享受速度与激情的时候 有一些人冒着严寒 在滑雪场做着非常重要的工作 守护着我们 让我们能够安心的享受运动的乐趣 行广龙是一名滑雪场的教练 在这里工作四年了 当初接触到滑雪 就对滑雪这项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每个冬季他都会来当滑雪教练 早上七点多 他就来到了滑雪场 为一天的工作做准备 早上八点三十分 做完了准备工作 雪场开始营业 这时行教练也开始带学员了 面对初学者 行教练需要帮他穿滑雪鞋 拿雪板 讲滑雪的注意事项 然后带他到雪道上 因为穿着厚重 加上初学者对滑雪不了解 行教练需要弯腰跪在地上 帮雪员穿雪板 站立 掌握平衡 滑行 这些都需要教练一步步地教 而且在认真教学的时候 还要时刻留意雪场周围的安全 在滑雪的时候 尽量地放松你的身体 不要太紧张 肌肉过紧的话 会导致我们的动作很僵硬 滑起来的姿势也会特别地别扭 我们教练要坐到眼观六路 而成八方 去多注意 我们会帮着学员去观察 看山上有没有速度非常快的 不会滑的人 还有旁边是不是还会发生一些 溜板的事件 这些都是要注意的 有人说滑雪教练是一份时尚的工作 不仅可以赚钱还能经常滑雪 特别让人羡慕 不过这当中的辛苦却很少有人能体会到 为了便于运动 教练不能穿的太多 即使有专业的滑雪服头盔 但仍有些部分会暴露在外 凛冽的山风迎面吹来 不一会儿脸颊就被吹得很疼 我们有护脸 但是教学员的时候 戴上护脸的话 它会把我们说话的声音变小 学员有可能会听不到 所以我们在教学员的时候 护脸是戴不上的 所以说脸会吹得比较红一些 会有点疼 但是已经习惯了 滑雪教练平时每天要在户外待四五个小时 到了周末游客多的时候 甚至要连续工作八九个小时 滑雪教练是一项运动强度很高的工作 忙的时候中午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 累是肯定的 因为在外边待的时间比较长 但是每交出来一个学员 看他们学会的话 我会非常的开心 也算是为这个冰雪事业做一份贡献 以后的话 我感觉我的教练这个职业的话 我还会继续的做下去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行业 也非常为这个行业感到开心 在滑雪场还有一些工作人员 他们每天站在索道出入口边上 负责引导上下索道游客的安全 每次缆车停靠的时间只有十秒左右 游客需要赶上在十秒之内 坐上缆车 放好雪具 放下护栏 有的游客第一次坐缆车 拿着雪板手忙脚乱 这时安全员就要马上过去帮助他们 滑雪教练可以靠运动热身 但安全员必须一直站在户外 即使穿了好几层的棉袄 但冬季的寒风 还是很快把厚厚的棉袄给打透 只要索道在运行 安全员的工作就一刻都不能停歇 在冰雪乐趣的背后 离不开这些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 第一报道 王宇初冬报道 集市传媒视频专家服务到家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咱们来看新闻 最近在湖南长沙某小区 一名五岁的小孩 竟然是爬到了八楼窗外的亮衣架上 一名丁性的业主是冒着险 从七楼爬出双手托举男童 使他能够保持平衡 直到消防人员赶到 据了解事发时 五岁男孩果果 因为家中无人 想要寻找父母 便爬到窗户外 双脚在亮衣架上悬空 情况十分危险 这名热心业主姓丁 发现男童双脚在亮衣架上悬空后 丁先生挺身而出 从七楼窗户爬出 冒险伸手托举 让孩子保持平衡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 将八楼门锁撬开 顺利救出男童 经过医生检查 男童果果并无大碍 瞬节将至 提醒大家乘坐 动车高铁的时候 不要吸烟 触发了烟火警报 会导致列车停运 前两天在湖北 有一位男乘客 就是不听 悄悄地躲进了厕所里抽烟 结果就触发了烟雾报警 造成列车自动减速运行 1月5号 当动5212次列车 运行在实验道古城区间时 列车13号车厢 突然发出烟雾报警 正在高速行驶的动车 也自动进入降速状态 城警和工作人员 赶到现场之后发现 原来是一名男子 躲在洗手间里吸烟 当民警强行开门进入时 男子才慌忙将烟头 扔进便池内 当列车抵达古城车站时 车站派出所民警上车 将男子代理处置 不料竟遭到男子的拒绝 你好 我们是这个车站的警察 现在跟我们下去吧 不要耽误这个动车使用 你这个行为已经是违法的 你这个行为是违法的 自己走 自己下去啊 我先警告你第一次 你今天扰乱 交通工具上质询 第二次警告你 第三次警告 走 民警接连发出三次口头警告 但是男子置若罔文 不仅不配合 还破口大骂 对民警推推嗓嗓 为了不影响列车正常发车 民警采取强制措施 将男子代理 在派出所 民警耐心地对男子 进行了法律宣传和解释 要求他配合民警的工作 然而男子态度恶劣 继续辱骂民警 还趁民警不备 扇了民警一耳光 请调查 男子姓张 当天准备乘动车 从实验去襄阳 半路上他烟瘾了 忍不住躲进卫生间去抽烟 本以为不会被人发现 谁知抽到一半 就被城警和列车员打断 还要带他下车处理 这让他对民警心怀不满 在动车组列车的任何部位吸烟 都会触发列车阴雾报警 导致列车缓行 甚至停车 全路它是一张网 如果前面这辆车受到影响 停车的话 后面所有的列车都会受到影响 目前张某因 涉嫌妨碍执行公务罪 被铁路警方刑事拘留 下一步还将向铁路部门通报 将其纳入县城人员名单 集市传媒视频专家服务到家 我们第一报道 现在全民的征集新闻线索 我们栏目的24小时的 新闻服务热线 0431-8850-1234随时开通 而且爆料还可以获得 100元到500元不等的现金奖励 欢迎大家积极地提供新闻线索 也欢迎大家为我们的全民 一起拍这个征集投稿 无论您是用手机照相机 还是摄像机 不管您这技术是专业的 业余的都行 在生活当中遇见了 突发的好玩的感人的有趣的 随时随地给我们发过来 好了那本周的新闻 就是这些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